Hello大家好,我是Oda 这是我第五次被上师拆架了 我又一次被他们上了一课 上次我修了一条覆尘河 但是我发现河道有一个严重的漏洞 我的初衷是 上师沿着围墙直通到正门 然后两脚一踩空进入到水疗区 我呢就在平台上面给他们进行远程的按摩 结果呢 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后 不走正门和偏门拆我的围墙 搞得我瞻前顾后的火力根本没办法集中 计划又一次的被他们打乱了 最后我又找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围墙旁边再挖一条路 再用这个箭孔砖块 铺成带线状的路 类似于斑马线 然后上师不管从哪个方向过来 他们都会沿着这条斑马线一直往前走 最后走到正门前 进入我的河道 搞定了上师的移动线路 现在就差陷阱了 刚好现在我可以自己做电网陷阱了 那么如果把电网放进河道里 水加电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应呢 想法是有了 就差时间了 做一个电网陷阱需要很多的钢 还需要电子零件 钢跟铁都可以在家里加工烧出来 而这个电子零件跟机械零件就没办法了 必须要去外面拆家具才可以得到 而且后面的各种陷阱都跟电子有关 都需要用到这两种材料 于是我建东西就拆 拆汽车 拆饮料机 拆电视 拆收银机 拆台灯 拆微波炉 拆灶炉 拆冰箱 任何跟电子有关的东西都拆 从早拆到晚 再从晚拆到早 头发都拆没了 都一拆其材料做陷阱了 水本来就能减缓它们的速度 再加上电网的话 效果就更加的明显了 好吧 这回总算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 抵抗上司这条革命尚未成功 我还需要更加努力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